这条镯子不贵 它是挨着一个板料的边切的 挨着边切的呢 就是说它会挨着皮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明显挨着皮的一个地儿 那我这个我就堵它 我赶脚的时候能把它赶得掉 那它这个呢 是我们家的一个叫森的小姐姐 花4760买的 那我们现在去打磨抛光 做个泥丘背 来师傅 挨着皮这个地儿能赶掉 这里没问题了 做什么就没有了 没有的话 我就想看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小诺兵 你起后才知道 对 起后才行 应该演唱差不多吧 起完后之后吧 你别这么说 上回有一个你就打脸了 咱俩一起打得了 好吗 小森姐姐定的毛皮镯子 起货了 我们现在压光瞧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里边的棉几乎算散的都比较干净了 毕竟小千这个价位能散得这么干净 已经非常难得了 而且它是有一个浅绿底色的 并不是一个白条 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起胶 能起胶的镯子它是不易变种的 它又是一个泥丘背 那我觉得能起到一个胶条的程度 就已经十分难得的了 还有一个事我没说 这里边有一丝绿是飘出来的 整个看起来非常清爽 浅绿胶条泥丘背 你爱了吗 花的钱少就一定买不到好东西 但是是绝对的吗 我觉得像人生一样 有的时候就是人家运气 比你好了那么一点点 这个东西要看命 你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不太公平 但是这个社会你觉得公平是绝对的吗